所以有機會的話 也來這家古作茶坊 體會下這種悠閒的生活感覺吧 在泉州的後塵文化街 除了古作茶坊外 還有一個景秀莊木偶藝術館 也是來到泉州的遊客 閉逛的人情所 大師兄 大師兄 等等我啊 打到我的頭了 等你幹嘛啊 我們現在是哪裡啊 迷路了啊 我們現在在後塵文化街的景秀莊 景秀莊是在幹什麼的啊 你有發現嗎 這裡有好多好多的木偶啊 真的好多耶 他們都是我們的販年 你知道我們是屬於什麼木偶嗎 喔 你是猴子我是豬啊 不是啦 重重 我們呢 是布袋戲目 喔 了解了解 在台灣呢 很多布袋戲目呢 都是從我們全海中傳過去台灣的喔 喔 了解了解 你就只會說了解了解 你不會說不好喔 喔 不了解不了解 唉唷 那我們台灣呢 不是很常常看到霹靂布袋戲嗎 喔 了解了解 其實呢 布袋戲呢 是改朗過後的布袋戲目偶 所以他們的頭就比我們的頭大了好多倍喔 喔 不是這樣子常常被你敲變大的喔 不是啊 但你有發現嗎 旁邊有一個很正的妹耶 喔 在哪裡 在哪裡 走走走 喔 白雪公主 看到了 就是白雪公主 走 我們去看白雪公主了 你看 這個白雪公主呢 有沒有看起來很不一樣喔 這是我手上的布袋戲 欸 這個又是什麼 白雪公主上面總會有一堆戲呢 聽說啊 這是泉州的傳統劇種 而這個呢 只是一個簡易的玩具而已 所以看起來只有很少很少的戲 而這個木偶的名稱叫做提現木偶 如果表演起來呢 可以說是活靈活現喔 你看看囉 白雪公主來了 啊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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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可是我剛才說到啊 這是玩具啊 所以你的線比較小 據說真正的提現木偶 可是很厲害的喔 就像我們的人一樣 那裡 那裡 真正的提現木呢 就像是這樣 有好多好多的線 可以操控不同的位置喔 聽說晚上也表演 想不想去看啊 就跟著我們一起唱 提現木吧 走 請修裝館內展示的 掌周末 提現木 大多是老曾漢強先生 多年來的收藏品 所以並不對外販售 今天我們要觀看的提現木偶表演 就在2008年剛落成奇藥南醫院 提現木又稱懸絲傀儡或是線系 在閩南地區則稱Galafi 知學者專家研究考證後認為 中國的木偶藝術人員不代 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 而泉州的提現木偶戲 最早都是平底演出戲目 後來在影視的泉州木偶大師 黃毅的改良下 都唱了許多個人節目 為提現木偶藝術 開了一個新天地 而這齣小沙迷夏山 就是他衝著劇目之一